为在盾内刺客的巴赫姆特 五个月来 乌俄两军激烈携战 被外媒号称为绞肉机 20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亲临前线视察 不仅会见的当地士兵 还颁发了奖章 展现了一国之军的将帅之风 而根据路透分析 倘若取得巴赫姆特 就能成为俄军建范 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 两个更大城市的垫脚石 不过军事专家仍分析 俄罗斯在巴赫姆特 即便战斗胜利 也将是一场代价惨重的胜利 路透分析也指出 对于现阶段的乌克兰而言 守住巴赫姆特牵动西方 是否会继续供应武器 若失守 可能会让国际风向转变 让部分国家降低扩大军援 乌克兰的意愿 而泽伦斯基此次访试 巴赫姆特感谢当地士兵 表示保卫顿巴斯 相当于保卫整个乌克兰 而外媒也拍到 士兵将一面牵有他们名字的 乌克兰国旗递交给泽伦斯基 希望泽伦斯基在出访美国时 能牵手交给美国国会 CNN引述之前人士消息报道 拜登和泽伦斯基计划 周三时在白宫会面 这也将是乌俄开战以来 泽伦斯基手中的出访行程 而拜登也可能在期间 对外宣布向乌克兰再度提供 18亿美元的安全援助 其中包括爱国者 防空飞弹系统的重磅援助 报道也称 国会议员也计划周三 让泽伦斯基在国会山庄 发表演讲 不过基于安全理由 这次行程仍可能充满变数 而白宫和众议院长裴洛西 都没有证实这些消息 记者吴宇辰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